大家好 我们在这一集里边 我们就《楷书要论》这本书 就结构问题 谈一点我自己的一些学习心得体会 说的对不对 请大家做个参考 做参考 我们先谈一下 在这本书里边 在这本书里边 有一个九宫阁 田字阁 米字阁的用法 和一些误区 有的谈到这么个问题 我想就这个问题 简单的说几句 九宫阁也好 米字阁也好 咱们现在大家市面上经常看到的 是米字阁 是米字阁 这个米字阁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有人说了 米字阁是为了找中心用的 找这个字的中心 这话应该说不假 因为一个字 因为一个字有一个字的中心点 一个字就好比是一个人一样 我们说一个人 一个人的中心点在哪了 我们一般情况来说 就是这儿 这是中心点 好了 那我要伸一下胳膊 这中心点在哪了 伸一下胳膊 伸出一颗腿上 还是两个都伸出去 还是这样伸 还是这么伸 都算上 你不管怎么伸 中心点仍然是在这个地方 不会因为你身胳膊 而往外移 是吧 写字也是一样 虽然有一笔 这笔写得很长 但是这个中心点 并不会因为这一笔 或者因为这几笔 而依靠着中心 它不会的 它肯定是在这个字的 一个具体点的一个位置上 当然了 每一个字 有每一个字的中心点 在这里头 我们就不好举例来说了 举例来说了 那么九宫格式 是这个米典格式干这什么用的吗 也不完全是 如果说是的话是怎么的 说你写这个字的中心点 是在这儿 那和米典格的中心点 应该对着这一条点上 米典格不是这样的吗 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吗 我们画实字 来俩斜差 这个点不是在这儿吗 那这个字的中心点 也应该跟它重叠上 乘其为写在了正当中 但是呢 有人就琢磨了 那我写这个字啊 很难写到跟它在正当中 于是呢 我就画出了很多附加了许多格 画这格画那格画什么格的都有 其实我告诉大家 一个字能不能写到一个方格的正当中 不是你在上面画什么格的事 跟你画的格没关系 这些格只能说画出来 你把这个字写在正当中 上面有一个字 上面有一个字 字上的也有米字格 你拿来另一张纸 在上面打好了米字格 还是上面已经印好的米字格 然后你照着这个字的笔对去写 这个字的这一笔在这个米字格的什么位置了 你在这个格的米字格什么位置上去写 这是笔画之间的位置上的一种参考 一种对照 这种写法叫九宫放大法 我们搞书法呀 可以用不可以用 可以用 但是真正的用这个格的不是我们搞书法的 是人家搞美术的 人家搞美术的是这样 要画一个图像 比如说这有一个图像 我想把它放成多大 那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图像上打成密密麻麻的格 格的画得越小越细致越好 画得越多越好 然后把这同样格的这个比例放大成这么大 然后再去画成 或者现在好了 拿激光照牌了 拿复印机了 都可以解决这问题了 然后按照这个格这个尺寸在这里描 这个格在哪了 这个笔画在哪了 这个笔画在哪了 是参照这个来用的 是位置去找这个位置 找这个地方在哪 这个笔画在哪了 干这个用的 它并不解决你把这个字写在正当中 你说我画个米字格 来你带上写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 随便让你写一个字 给了你一个有米字格的一个这个这个值 不管是宣纸也好啊 还是元书纸也好啊 还是什么练习纸吧 给你这部带米字格的 让你把字写当中 一般的初学者来讲 你写不到正当中 要是能把一个字写在这个格的正当中 我告诉各位 至少得有二十年的功夫 甚至于说 字能不能写在正当中 或者彻底的能写在正当中 是你终身要解决的问题 你初学闸链的人 你不可能写正当中 不用说你画个米字格 你把米字格套上米字格 套上再多的格 米字格套九宫格 九宫格套上你这些格那些格 套上什么用 你该写不得了正当中的 还写不得了正当中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字 在这个格子里头 低下笔是在什么位置上 这是个关键 这是对这个结构你的认识问题 这认识问题 就好比这么说吧 假如说我们一个人 人的头占我们身高多少 当然这美术我没有学过 是不是应该占七分之一 我们画出一个人头来 你就应该画出一个人的身高是多少 如果你在一个格子里 人头画得太大了 那个人身子等你脚什么都画完了 准出了格 是不是 你肯定要出格 为什么呢 你失去了一个比例 写字也是一样 有这么一个格子给你画出来 让你来标志 说你能把它写在正当中 那是骗人的 是永远是在骗人的东西 你不用相信这些东西 能把其实有个方格就可以了 有个方格标着你写在了正当中和没有写在正当中 只是来测量一下 并不解决你会写在正当中 或者说你不会写在正当中 不是这个问题 这是两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很多老师教学做这个 给你一个米子哥 告诉他 你看 给你一个哥你都没写正当中 不是说他没写正当中 你让这个老师他也不见得写正当中 为什么 那需要多少年的功夫 孙国庭在书谱里有一句话 一个字是全篇之准 写一个字 我假如写一首诗 第一个字一写出来 全篇就定下来了 那一下一笔就是全字之准 我这一下笔 假如写个我们的我 啪第一篇写完 告诉你 后面最后不是也是一点吗 第一篇写完这个我字 第一篇是我字吗 但你写完这个勾完之后 最后那一点点到什么位置 那是死的位置 是不能随便乱动的位置 这一篇写完之后 就已经确定的点是在哪了 是吧 如果你这一篇安排的高了低了 在格的位置上不对 那这个字写完肯定是不在正当中 跟你底下画格没什么关系 因为你画了米字格 不会解决所有字的问题 我们看见的米字格也好 九宫格 现在九宫格很少见了 看到的米字格 其实就是在字贴上有这个米字格 我们在练习纸上有这米字格 然后按照上边那个笔画的位置 在那米字格哪了 你在你这个位置上在哪去写 就参照一下位置 写时间长了写习惯了 有了咽一下了就这么下来了 其实我准确告诉大家 米字格对我们学字来讲 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没什么有一个方格就可以了 基本上没什么用处 是吧 当然了现在市面上卖的练习纸上面都有米字格 都有米字格 好像我们不买个米字格了 好像是不叫做不练书法一样 其实是没用的 是我们一个误区 是一个误区 当然了我们写字必须要有方格 那么好了写字我们没有方格 没方格我们就没法说你这字写的大和小 你说你写一个字 哎呦你这字写大了写小了 根据什么来说呢 是跟你的外框来说的 当然我们写作品的时候需要是有格的 不管是名格还是暗格 暗格就是叠出来的格 名格就是拿笔牙打出来的 看得见的就是带有红线的格 或者带有黑线的格 这叫名格是吧 我们写楷书是需要有格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欧言柳兆他们写楷书基本都是有格子的 所以古人有格子 我们现在也有格子 当然你说没有格子 我写的非常标准 那你的功夫就大了 那你的功夫就大了 但是呢 有没有必要 我们把这功夫非要下到这儿 不打格子 我们这儿写这么整齐 可以不可以 当然是个优点 是个好事 但是也没有必要 关键是我们能把这个字写好 当然有个前提 是不是写在了一个证当中 因为你只有写在证当中 这一行才能看得很直 如果你把这字写得歪了 靠字歪了一点 那这个字你就看这行总是歪的 这点说到了很多出版社在排字的时候 排不准 也有关系 这个字排不准 因为这个编辑啊 它在书法方面不行 这个字排着的是扭着 是歪着的 为什么呢 他没有理解这个字的中心点在哪儿 说这个话就很长了 我们就不再细说了 我们不再细说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之前市面上大部卖的是米子格 我们就拿着米子格去练就可以了 也没什么不好 好吧 说到这儿呢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比顺问题 比顺 为什么非要强调一下这个比顺 因为这个比顺呢 不是谁的习惯问题 很多人说你这个写法 就是你这个习惯 不是习惯 比顺不是个习惯 比顺是因字的产生而产生 古人在造字的时候 同时就把比顺给规定了 假如我们写人 我们就是先写品 后写那 你要飞台杠 我那么就先写那 我后写这个品行不行 也行 可是有一点 它不对 尤其写到连笔 写到行书的时候 你写这那再写人没法写 至少大家知道 我们写字 古人从一造字 就是给右手造的字 给右手造的 它不是给左手造的 它给右手 那你说了 我就拿左手写的这也挺好 可以不可以 也可以 下功夫也可以 但是古人他本来是造的字 说他是给右手造的 他不是给左手造的 你右手写出来肯定是方便 但你下的功夫大 以人使我摆的精神 是不是 你下了一份功夫 我下了十份功夫 那我写出来也照着 那左手写也挺好 那可以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呢 我们应该明白 它本来应该是个什么 是吧 大家比方说吧 我们写一个方字 写方 方法的方 点写完之后 写横 再写下面写什么呀 再写下面应该写这个钩 再写这个平 但是很多人点完了 横 平 最后再写这个钩 笔顺错了 笔顺错了 写楷书还不太显 但如果写形书 那就不好看 这是这个方 那我们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我们写这个九怎么着呢 应该是写一些撇 再写这个钩 那说了我就先写这钩 后再来撇行不行 也行 但是笔顺不对 笔顺不对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带来你写这个字了 它不好看 它不好看 而且它慢 它速度慢 因为笔画之间是有连接关系的 是有连接关系的 这一般的情况下问题不大 遇到这些特殊字的话 因为你笔顺不对 你写这字的 它味道上不对 它不好看 它不好看 你比如说 有没有的有 我们现在学校里的教学 有没有的有 都是先写横 后写撇 再写底下这个月 先写横 起比先写横 和书法当中的教学不是这样 是应该先写撇后写横 我们大家现在电脑里头有一套形凯字 有一套形凯 我们现在电脑经常用的 形凯字 这个原字是上海的任正老先生 任正老师他写的 当年他在世的时候 他老年的时候 他写了这一套字 大概是在八十年代 这套字写得非常好 我们通过他的字 你就能看出来 有没有的有 它是先写的撇 后写的横 我给大家写下 我们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就不写楷书了 就为了说明一个笔顺了 我们就写下形书 有没有的有 有没有的有 大家看应该是先写品 后写横 是吧 任正先生写的这套形凯也是这样写 也是这样写 那好了 我不先写品 我先写横行不行 也行 没有法子 它不好看 它不好看 那你说不是写行书吗 那你连起来写下行书行不行 可以啊 我们连起写 一连起这个字啊 看着不像个字了 这个字看着不好看了 看着这字 看着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没有这么连的 这么连肯定不好看 是不是啊 还有 有字就是说 我们再说一个必须的必 必须的必 我们现在课堂上 学校里教的必字 是先些点 然后呢 再写这个勾 然后再写这个点 然后再写这个匹 然后再写这点 啊 据我所知啊 据我所知 好像是 呃 现在学校里教这个必是这么写啊 点 勾 点 匹 点 好像是这样 当然了 我也见过 有些朋友是这么写 哎 完事先写心 把心都写完了 最后再写品 啊 这样写对吗 这样写也许啊 第一种这样写肯定是不对了啊 这样写 在我们课堂来写来讲 应该说不算错 国家推行都是这样写 但是在我们书法教学当中 B字不是这么写 那B字应该怎么写呢 B字在楷书 行书略有不同 楷书的写法 应该是 先写品 先写品 第二笔 第二笔写这个沟 第三笔写这个点 第四笔写这个点 第五笔写这个 这是楷书的B字的笔顺 行书这样写也行 啊 行书这样写也行 但是准确来讲呢 行书这样写就比较多 就点在这上来 来这 这个B字是这样写 先写当中的点 然后再写这个笔 然后再写这个 然后再写这点 然后再写这个 写出来好看 写出来好看 如果说那你说的行书 你这样写行不行啊 按照课堂教我们 这样写行不行啊 说也行 但是它不太得劲 它不得得劲 它绕出来 它不舒服 至少我看着不舒服 那有些朋友说 你看着不舒服 那我看着挺舒服的 那这就没法了 是吧 我从小受的教育 是按照楷书这么写 行书这么写 但是说你说的教育 有根据吗 有 因为楷书是从历书来的 历书的心是这样写 历书的心是这么写 大家知道啊 历书的心是这么写 那历书的壁是怎么写啊 是不是历书的壁是这么写的 不是 历书的壁不是这么写 历书的壁是这么写 历书的壁 它笔顺词是这么写的 历书的壁和历书的心 完全是两个字 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这不一样 因此上等到你写了楷书的时候 它还延续着这种 古人的这种写法 因此笔顺发生了问题 虽然在楷书方面 这两个写法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可是有样 在我们书法的连起笔来写 或者在追根溯源的时候 来看到这个字 完全是不一样 我们在写壁的时候 古人写历的时候的壁 写这个壁的时候 它是这么写 它是这样 而新字实际上写 我们大家知道 绝对不是多一瓶 少一瓶的问题 它完全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是一回事 还有呢 就是这个火字 这个火 这个找火的火 这个火字 书法当中写 是先写两点 然后再写当中 甭管楷书行书 都是这么写 甭管楷书行书 草书包括也都算是 都是这么写 可是呢 现在里头 我可不知道 学校里现在教学 是怎么着 反正我看到很多人 写这个火字 说是这样写 从多忙又写 写点写品 然后再写这个 再写这个 记得错了 包括树心盘 树心盘的时候 有写点 写这个的 然后再写这个的 再写这个 这都错了 树心盘是先写两边 再写当中 再写两边 再写当中 当然了 我看到了 现在电视台里 正举办这个 听写大会 汉字听写大会 我看到很多学生 虽然说 会的字不少 但是呢 那个字写出来之后 真是没法看 难看就不用说了 但是呢 很多笔顺都错了 还有写树心盘 这不写的 先写大中一树 然后再写两点 还有这不写的 这个最起码的一个 书写汉字的能力 应该说 谈不上 远没有 虽然认识字不少 但书写起来不行 应该说啊 当今呢 我们国家呀 整体来讲 在书 汉字的书写能力上 是个比较低谷时期 有些字 有没有 两种以上的写法 有 你比如说 写个耳字 耳朵的耳 耳朵的耳 分在里边用 如果说 我光写一个耳 那没问题 光写一个耳 就应该是这么写 就这么写 我都不讲什么体了 随便这么写了 就这么写 但是如果搁在左边 耳朵爬的时候 怎么写 耳朵爬的时候 两种写法 有的是这样写 这是一种写法 也还有的是这样写 这是两种写法 不一样 两种都可以 两种都可以 这里头呢 可以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但是这种情况 并不多见 好了 因为时间关系呢 在笔顺问题上 我们不想谈的太多 不想谈太多 就是说提起来 引起大家的注意 在我们书法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笔顺的方法 注意一下笔顺的方法 下面我们开始来具体涉及到的结构问题上 结构问题我们来谈什么呢 我们先谈一下 偏拔不守 有些偏拔不守属于常用的字 常用的 我们老遇到这些情况 对一些偏拔不守 在我的常年的教学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 发现的一些问题 就此呢 跟大家交流一下 交流一下 还是我说的也不一定全对 仅供和大家一块来研究 仅供参考 我们先说一下锁耳道的写法 这个就是一笔带下来 很小不要写大 然后这笔 大家一定要知道 而且务必要知道 这个地方必须用锤路 不可以用宣针 很多人不知道 一写的这一笔的时候 来个宣针数 甚至笔顺错了 先写这一笔再写这个 他到从左往右写 错了 笔顺错了 更别说了 一看笔顺错了 知道你肯定是不会写字 但是如果你写在这儿 来个宣针数 也证明你是不会写字 这个地方必须用锤路数 我跟大家说 所有的字 当左边是个竖笔的时候 都是锤路 几乎没有宣针 说的非常绝对 虽然说我现在不敢说的很绝对 至少我现在想不起来 左边竖笔有哪个是宣针的 都是锤路 假如写个门 大门的门 门的左边是一树 锤路 单立人 左边一树 锤路 双立人 左边一树 锤路 树心爬 左边一树笔 也是锤路 几乎是没有宣针的 大家务必要知道 这是左耳朵 那个右耳朵怎么写呀 很多朋友啊 左耳朵好写 右耳朵不好写 其实确实右耳朵不好写 右耳朵是这样 网上抗奸写到这儿来 到这儿来 贵笔谈风 其实是一笔写来 当然我没有查 在字典上 这个是两笔呀 还是一笔 我没有查 但是我是一笔写来的 我是一笔写来的 我再写给大家看 贵笔谈风 那这一竖笔呢 这一竖笔呢 这一竖笔就告诉大家 写锤路的时候多 写玄真术的时候少 欧阳心写这一笔的时候 写锤路的时候多 写玄真术的时候少 那么我们单独写它一下 我们单独写 把这个完整地写一下 好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垂路数 这是个垂路数 玄真术就更好写了 这个用处不一样 当然了欧阳心还有 既不像玄真 也不像垂路 也不像垂路 为什么 他写这个嘎子不大 很小的小嘎子 我们再写一遍啊 既不像玄真 也不像垂路 他下面个嘎子不大 但右耳朵爬的字 我们在字典里查 并不是很多 那为什么你今天天章要讲这个右耳朵旁 我告诉大家 右耳朵旁非常难写 就这一拐非常难写 难在哪 一是难在的第一笔 要知道往里边要靠 很多人不知道 写这一笔呀 往外走了 这笔上外边来了 错了 这笔写的时候 一定要往 要往里边靠 要往里边靠 要贴着横往里走 写到这一笔的时候 就这个弯的这个角度 就这个角度 很难掌握 到了这底下之后 跪笔探风 笔这么一下下 往上一提 下边是个尖 里边是个圆 就这个地方 非常难掌握 在很多初学者来讲 这个地方 这个钩的写法 是个要命的写法 很难 但是呢 没有法子 你记法上 掌握对了 笔法上对了 你还写的不像 没别的 反复去写 每一个篇法部署 照着几千下去写 甚至照着善望 万下去写 就能写出来了 你说了 我舍不得下这么大功夫 那就没法子 舍不得下这么大功夫 它就不会获得 你不舍 它就是不会得 道理很简单 左耳右耳 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 左耳右耳简单说一下 我们说一下这个口 带口字的很多 在一个字里 有口字的也很多 我们单独说 这个口应该怎么写 大家看 第一笔不要太重 第一笔是须笔 第一笔是这样 那第二笔怎么写 我告诉大家 第二笔 可以识着阶上 可以须着阶 什么叫识阶 这叫识阶 这叫识阶 一点也不透风 识的阶上去 这样口写出 写着特别的严谨 写着特别的端庄 特别的结实 那么说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还有虚阶 虚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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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